2003年1月17号晚上,一场飞来横祸,彻底改变了这家人的生活。 晚上9点多,周灵的父亲往油灯里加当天刚打的煤油时,引起了爆炸。 根据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,周灵和妹妹周静买到的是劣质煤油。 如果你问我10年前,我到底会有什么理想,或现在会怎么样,我可能不会回答你,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,因为我没有想过,也不敢去想。 我以前根本不敢想象,你可以重新走路,也可以重新去学校,也可以重新认识朋友。 当我2006年6月5号的时候,到美国来的时候,我真的是太惊讶了。 因为当时我妈就说到机场的时候,我突然就笑,在以前的照片我从来没有笑过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,也可能就觉得,命运有可能会改变吧。 因为你要做手术,然后你的生活有可能会重新,又有一条新的人生。 语言不同,就算你想回,但是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不是很奇怪,如果你不说英语的话,就根本不能交通啊, 你就只能对着脸看,看别人就这样好了。 所以就只能逼着自己学,所以就那时候就想,啊,赶快选英语吧,不然然后就, 坐在那儿挺烦人的,我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,我想知道周围的情况。 本质里面全都是翻译单词,别人突然跟你说一个新的单词,你就不知道。 所以你每天就很容易接触很多新的单词,然后你就回家去查呀,然后就想着怎么可以记住。 那话以后,别人说你同样的句子,哦,我知道你说了什么,就不用去多想啊。 觉得那时候挺,挺能,挺难的,也挺不容易的,因为经常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呀,这些之类的。 但是也挺有效,因为两年后就周围,对周围的事情,我就觉得挺容易,别人说的时候,啊,我听懂啊,我就不用像以前那样,啊,说什么啊。 如果有机会了,我想就多去,因为他们成长的时候,我就没在一起陪着他们成长,所以我还是挺想分析多给他们,待在一起的。 如果以后有机会,我可以和国际公司,在国际公司上班的话,他可以派行到一个地方住,住几个月,住一两年,然后我回来一班,然后就改成,那样的话,最好,所以我想要做的事,看吧。 经过大概有16到20期的手术在美国这边以后,现在我可以走,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 我截止以后,我就开始走路,但是学走,但是也挺不容易的,因为我又几年没走,就有点不习惯了。 然后后来也是,我回家的时候,我还不能单身的走,我还要出拐杖,就实习,然后让自己身体平衡度也保持一度性的。 然后后来也是一年后,我才可以正常的走路,因为当时医生说说,几年以后,就一年以后,你就可以自己要怎么走,就怎么走的时候,我根本不敢相信。 所以等到那个时候,真的我可以不用出拐杖,可以自行的慢慢走的时候,我真的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。 因为那种感觉,因为我当时我来美国以后,他们都问我,你最想干的是什么?我想走路,我想去参加朋友有机会,我想到外面去看。 我不想再待在床上了,我不想再坐在轮椅,或者需要我爸妈背我到任何的地方去。 所以当时我可以走路的时候,我的感觉就是,我真的可以走了吗? 我真的可以像现在这样,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吗? 我是想走,我非常想走,所以一直锻炼锻炼,让自己变得很强。 所以我现在走的时候,有的时候别人会说他不知道我一个假镇。 我也不知道,因为十年前你问我现在会怎么样,我知道答案。 十年后我也不知道,因为每一年都不一样,然后每个阶段也不一样。 因为你如果现在就算说好了,但是十年后会怎么样,没人会知道。 大部分都会改变这些之类的,所以我不知道。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如果有什么想做的,就尽量自己自己做,不要怕。 有什么想做的,勇敢的去做。 有什么想要实习的,有什么想,反正去体验的,就尽量去体验吧。 那是想要实习的,有什么想要实习的,不有什么想要实习。 感谢观看